家寶 嗨,Proton 閉嘴 一半有哦 OK啊,發送 YO,大家好,又是Adrian 不是測評,只是POV 今天呢,非常榮幸地邀請到 在阿外啊 阿外啊,你好,非常感謝你今天跟我吃個早車而已 這樣就借我車價了 所以你這樣Persona是 Premium的1.6,我剛剛買了多久啊? 買了一個月不到,才走600多公里 800 所以一千都還沒有到,磨合期還沒有過 還沒有過 你就讓我這樣子駕 可以,沒問題,幸能你過啊 DADDY,下次有機會的話,我們再做一個雲頂這一集 因為現在CMCO的期間,跟著阿說聲恭喜發財 因為今天是14號,迪巴巴利 OK,Happy迪巴巴利 OK,好,現在呢,我手上這個鑰匙呢 就是Persona的啦 所以這輛車是有Killer Start-up,Less Entry 說是都Quality還不錯 有一點跟Iris一樣吧 我忘記了Iris是怎樣了 OK,這輛車是白色 也是非常漂亮一個車 So,後面這個有一個電池閥 WOWERROW先不做啦 有機會我們上雲頂的時候 很好 很新咯 妳 Theme,新車位就是 爽,對嗎? 啊,對 所以這個空間也很大 我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的這個機又可以放這邊 哦,所以你的駕駛姿勢呢 是比較喜歡巴塞 這個椅子是有調過嗎? 最高啦 沒有調過沒有調過 要我中版權就嗨了 所以它有送那個 那個 那個資料計劃嗎 1GB 這個1GB 每一個月1GB 送5年啊 送5年 所以駕駛是按這邊 它會自動駕嗎? 會 這是要駕駛的時候才來開前面 跟Iris一樣啦 只是講它的那個 這裡的設計有一點不一樣 我不喜歡這個感應器啊 你按了這個感應器 它是完全 就聽不到聲音了 聽不到聲音 OK,我們走 所以這個手扶箱 也就是因為你看了之前那個Iris的video 文俊那輛藍色的才買這個手扶箱 謝謝你的介紹 不是謝謝我介紹咧 是謝謝文俊咧 誒,我第一次上手這輛車的油門 誒 人家講pansivity很lag很lag 我覺得是在舊款的車裡面會很lag 我叫它這輛車OK啦 這輛車子 手發是感覺到 誒 這個皮就 跟這個X50的皮差不多 X50也好一點 但是 這是最Premium的嗎 Iris好像那個皮又不一樣哦 我摸到 所以我上次有試過Iris 也是不一樣 有分別 OK啊,發送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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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Auntie 嚇死我咯 我是沒有注意到它是咯 看一下這brake 幸好我有沒有充 有沒有什麼 OK,so 我覺得在駕這個CVT呢 有一點像在駕DFG這樣 就是在Pickup那時候咧 你要給它一點時間 Engage那個clutch 不過這個pansivity新的 改良版的咯 我就覺得OK咯 lag就少了咯 那你試了那個Iris 跟這個 你覺得有分別還是一樣嗎 油門是OK 一樣 差不多一樣 只是你講操控的話 這個我暫時還沒有 感覺到什麼東西 可能你會覺得Iris 會比較敏捷 是因為它沒有屁股 我有這個 我試的時候 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你還沒有 上過雲頂了 真正上過雲頂 你就知道它的那個 大概是這樣了 你這樣新車白色 很美啊 很好的選擇 白色的車怎樣都看到 Altas一點了 對啊 OK 你看我現在踩的油呢 就below2000鑽 你會感覺到那輛車 不會不夠力的 輕輕這樣子 這個signal聲 好像跟Iris不一樣 哦 好像是啊 我已經忘記了 我那個Iris的聲音是這樣 那天太興奮了 加到 我打了signal它還在衝著過來 很多人就看不起Proton 不會讓Proton的哦 所以你average fuel consumption 是8.7 100km 然後 這輛車的還有一個燈在那邊 Eco燈是在亮著呢 是代表什麼的 代表 你的油門現在是不是在處於 啊 省油模式 不是而是真正Eco 就是講 它有那個on off Eco stage 你看我再踩深一點的油門 Eco燈已經沒有了 放鬆一點油門 Eco燈又有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indicator 它只是給你知道提醒你 是不是在省油模式 我現在在70km 我發現到 隔音不錯耶 嗯 有我加Iris那種隔音的感覺 啊以前你加Bezza加了一年多一點 15個月是嗎 你就買Persona哦 我就把Bezza賣掉了 換Persona 因為它那個 駕駛TNR很糟糕耶 然後 讓我沒有那種 樂趣啊 駕駛樂趣 因為現在 CMCO啊 不需要怎麼出去哦 所以 對我來講駕駛樂趣比較重要哦 就乾脆 乾脆賣掉了 而且這個Persona也不會講 吃油到哪裡去啦 看你講駕而已嘛 不過像我們這樣順順駕的話 是OK啦 稍微快一點啦 有時候你這樣稍微快一點 比你這樣慢慢駕哦 也是油耗沒有講差很遠沒有 除非你一直拉大油拉大油那種 哦哦哦那種真的是吃油了 什麼車都吃油了 OK CVT好就是 如果你下次有機會 你拿上雲頂 過了摩河期之後啦 你會發現到它 很容易保在那個有力的轉速那邊 然後加上 下山它又幫你 幫你退壓這樣子 它會拉高那個轉速給你 不用一直使命踩駕駛啊 所以你這輛車很新 才800公里 還沒有過摩河期呢 其實我不敢踩 我很想試零到一百 不過是等下次啦 下次啦 下次有機會我們雲頂開放回的話 我們上個雲頂就知道了 我會 Iris給我駕到大跌眼鏡了嘛 沒有想過Iris可以做得這麼好 這樣肯定不會讓我失望哦 現在Proton都很好哦 再拆多一點就 三千轉 必須習慣 Signal在左邊 有問題啦 小問題 習慣就好 避震器也不錯 QQ 避震率也相當不錯 只是說 Sterring也不錯耶 brake呢 其實怎樣知道它的底盤 什麼偏軟偏硬怎樣 其實懸吊是這樣的 不要講底盤先 你是講那個Suspension 那個Absolver 你要舒服你就少了操控 你要操控就少了舒服 這個都是一個平衡點來的 所以你 你 你 你駕Camry為什麼這麼舒服 Dsegment 它為了舒服 而把那個 懸吊偏軟 所以你 如果原裝來講 你是感覺不到那個路有洞啊 有起伏啊 這些的 你好像在坐船一樣慢慢去哦 那反而這種 你看你會做到 為什麼我們車會有點跳 除了輕之外 不要講啦 我們的設計懸吊操控好嘛 你就要犧牲到一點點的舒適感哦 這個 這個也算舒適了的啦 所以這個懸吊是偏亂的 偏 中規中矩吧 也不是講很偏亂 不過駕駛體驗肯定是好的 你過一個彎 如果你對大輛車過彎有信心 代表它的操控是好 只是我感覺到它的駕駛呢 就 要踩深一點 你沒有踩深一點 好像沒有什麼駕駛這樣 必須習慣咯 這個有點像以前我的 還沒有換那個駕駛油之前 換了就會好一點嗎 痾 會回應會快一點咯 油有分好油跟不好的油的嘛 X50 像X50呢 它用的那個油也是比較好的 DOT4的 我們這種普通車用DOT3 今天是過年 你們全部HG HG 啊 在最快的Lane就加慢慢 這裡空到彎 我很奇怪的時候 這個彎 這個彎 曾經有一個MIVI在那邊 彎過你記得嗎 什麼時候 哇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 我感覺到那個尾巴會跟著我 要做什麼 MIVI彎了怎樣 有啊 有操嗎 沒有 沒有 沒有炒到 幸好後面沒有車 那時候 輪胎相當重要啊 是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它是 接觸地的嘛 的 的工具 工具 通常我也在這邊停一下 當然你叫我踩完 我是不可能的啦 我試看它的Pickup 踩一半油咯 一半油咯 CVT就是這樣咯 保著那個專速 所以你上一點一定很好上的 新車啊 怎樣去操操 不捨得 這個座子也是很舒服咧 包覆性夠 包覆性 加包屁 講真的啦 你這個車的隔音真的很不錯啦 如果你比BESA 會 因為你BESA都要5萬嘛 大概5萬這輛車也是要5萬嘛 5萬粗一點啊 就是我覺得BESA 5萬不值得 已經是碰到這個B-Segment這個價錢了 不錯嘛 我還沒有駕過BESA咧 我有機會哦 一定會駕BESA上雲頂的 只是要找時間 BESA很容易租不了啦 租車不用借也可以 那你要借美諾還是借Auto 借Auto咯 很多人都是買Auto咯 講真的啦 美諾是有樂趣 不過這個時代 很多人 很多廠家已經開始了 慢慢拋棄美諾了 因為 不要噴我啦 這是事實來的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DCT 換牙還比我們手換得更快 這是真的 哪怕你的手牙 你換得再快也好 也是0.5秒 0.3秒 DCT0.2秒 0.1秒 就換了噢 所以就為什麼會被慢慢變淘汰 只是買手牙是為了樂趣咯 我有想過 留過有一天有錢 我會買一輛 一輛車來做Project車 改引擎啦 改什麼 必須是改手牙啦 是給樂趣味 好像那個S70咯 它本來是6Auto 換去 7 你覺得拿會比較好還是6Auto比較好 肯定是7度牙的DCT會好 因為它換牙快一點 Respont也快一點 它的講真的 它的6度牙那個680咯 我駕到是最不滿意的 那時候我駕到哇 怎麼這樣遲鈍的 換檔邏輯也是差天差地 它好像不知道我要做什麼這樣 你看兩兩買幣在一起 我有試過Parking啊 黏著5兩 黏著5兩 Parking 這個你有沒有覺得有時候會擋著你 你拉Handbrake 會 會喔 只是Handbrake罷了但是沒有經常用嗎 只是放手是真的很舒服 這邊 這個是 硬直樹脚 也是假鋒線啊 很像真的喔 好像 但是它比Vios好了咯 做到 其實是真鋒線的咯 你摸一下 真的咯 不是硬上去的咯 噢現在才發現 我的Camping也是這樣咯 Plastik可以 硬到真的咯 封上去咯 可以封到咯 都不錯咯 你看這個Stairing即Direct 不錯咯 你現在還知道咯 不是你講我不知道 這個是無框的你 這個我知道 其實我喜歡它這個三角形的鏡子 我覺得視野角度就大了 安全力 就感覺到很有安全感 對 避震你看啊我過這個 因為這個是Daman Sea嘛 通常我過這個 這個Bomb的時候 會這樣子的避震 相當的不錯 我是覺得它後面好像有那種 阻擬感 有它有那種阻擬感 它有調過啦真的 它有在調 也不會講很吵啊CVT OK啊 我很驚訝 很驚訝 如果你駕過Myvi 真的 算數以上高Myvi也是吵的 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上過雲頂那個video BESA會比Myvi超啊 BESA 更超 還沒有驚訝 因為之前我做導遊的時候咧 我經常去機場嘛 我去接團嘛 然後都是做GRAG PAR去機場 不是Myvi就是BESA 不是BESA就是 AXIA也有試過 我有做過GRAG的BESA 我坐後面啊 我偶了 偶啊 我從 我從 6U 就是去 偶了 偶了 一下子就偶了 坐後面 它的後面太直 太直了啦 那個椅子 其實我是想專注 不要為了逼這些洞啊 你看這個 幫幫幫幫 哎呦 那為什麼你會選白色的這輛車 白色是高貴嘛 感覺HATAS 跟你剛才講的一樣 HATAS HATAS啦 其實不錯啦白色 給我什麼顏色都好 有一天 去RAP掉它也可以 做一些小改裝 那這輛車我是第一次駕了 Persona 舊款也沒有駕過咧 我想要知道它的那個 馬力 馬力多少匹啊這輛車 哎呀 官方是寫107 然後 牛頓米是150 哦 你有背書的啊 我很怕 官方是這樣子寫的 107 就等於一輛Vios 以前109 降到好像比107啊 是嗎 好像是耶 忘記了 City好像馬力高一點 City City肯定高 1.5才就120匹了咯 哦 很高 你這個扭力是150 對 誒? High platform了它 我叫它嚇到它真的O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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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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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 有時候有這些聲控也是蠻好玩的 雖然我沒有什麼用的啦 但是它的high proton反應會慢一點 high proton 看 City肯定高 Shut up I'm leaving I'm leaving 看 這樣快又駕一圈回來了 所以駕駛體驗是真的 我覺得女人駕很容易駕這些車 男人是OK啦 不要講 呃 Stelling重不重駕啦 所以說它的反應度啊 容易上手啊 這輛車的確是不錯的 顺顺价也不错,你拿来买菜用啊,上班一般用啊 这样如果你讲省油就不要拿BESA那些来比啦,你的排气量1.3跟1.6,不一样的嘛 CVT 这里没有车,我下车看看一下你的车 有改装什么东西吗? 没有,全部原装 哦,有,如果要听歌的话,插USB插哪里啊,这边啊? 就是你问你要听那个band drive的歌,是插这边吗? 啊,插这边啊 OK 然后你这个是,手扶箱,诶这个是有的,放什么? 放卡啦? 放手机 这个,哦 50块钱左右就买得到 那跟Iris一模一样那天咯,应该就是这个咯 它的牙是跟Iris一样,也是X70那边同样设计的咯 这是,东来的 不是Fuse Box 它也是很聪明,它不会把这个Chrome放在这边 要不然会晒到你的眼睛痛,就是会反射 一般上 哇,你看中间鼓起来,鼓,熬进去 就看了空间大一点 嘿,我下车去看看一下后面先 哦,所以要拉两下 嗯,的确拍摄是不错的 很喜欢它的Quality 很有Premium的感觉 好,前面的椅子呢,其实我是拉到很后面了的 因为我的脚比较长啦 我身高173mm 1.73mm 还有一个大概半个拳头的位置 后面的话呢,就头枕这个放的低一点也好啦 你的景象在这边 皮,Fabric 我喜欢咯,这边那个皮的Fabric 这样的话呢,久了就不用这样容易揍咯 所以后窗是开到完 这里有个手把 OK,Sip Belt 哇,这是Center 有著名的了 Armrest是没有啦 所以,车主已经买了一个Armrest 可以放在这边,买到快咧 在Shoppy 买的 哦,这个椅子是可以倾倒的 Esofix 不错咧 有Esofix,好过没有咯 Bottles only 哈哈 哇,我看到一小口小的有关 最大 3kg 这边可以插抹拦的 插抹拦的所有这边 哇,真漂亮 我喜欢 車尺碼185 55 R25 給的是Good Year啦原廠 這Daytime riding leg真的是沒有 它真的很Premium 跟我上次在拍那個Iris的時候 是一樣的 我們這一集的這個POV Test Drive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Thank you RY 下次我們上雲頂 OK OK BYE